嗨大家好我是Ben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下護目鏡 我們用最簡短的時間來跟大家說 戴一般的近視眼鏡的時候可不可以戴護目鏡呢 那我們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像這一款啊是我們賣場最熱賣的款式 那它也是最基本的 它是全透明的 然後它的版型有故意做加大 為什麼呢它就是故意要套住你的鏡框的角 然後你會發現它其實它整個版型都偏大一點 那目的就是要讓近視眼鏡可以整個包覆在裡面 像這個啊它不只有做透明的 那還有做咖啡色、黑色跟黃色 那我分別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啊如果你要包覆起來的話 就像這樣子 應該可以看到我整個 近視眼鏡啊它包已經被那個護目鏡包住了 因為它是配戴最方便 然後也是我們賣場最熱銷的款式 因為太多人問說 護目鏡到底可不可以戴近視眼鏡 那我整理了一下大概只有這一款 跟我以下要介紹的款式可以的 那其他市面上啊或是看到的護目鏡 大部分都沒有辦法像這種包覆感這麼好 那我換一下另外一副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是比較窄版的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版型比較大的鏡框 那我這次帶 黑色給大家看好了 黑色的造型 如果你覺得 透明的 有點太無聊了 或是 你 個人喜歡比較特別的穿搭 你就可以帶黑色的 像黑色就是這樣子 它整個 你看我上面 它整個包覆 把它 連上面的鏡框都有包覆起來 然後側面也是 它的腳架也是包覆在 護目鏡的裡面 所以它整個 防飛沫啊 或是防一些灰塵啊 粉末啊 基本上它包覆感算不錯 那我們帶回 大家 最常買的 透明的 給大家看 像透明的就最明顯的 它整個可以包覆在裡面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的近視眼鏡 可不可以 配戴護目鏡 那最後呢 我們是介紹這一款 給大家看一下 這款是等級比較高的 為什麼 因為它包覆感更好 它後面還有一個拉繩 然後它有透氣孔 所以啊如果你要找那種 可以 配戴近視眼鏡的 就我們的經驗啊 要嘛選擇這一款 要嘛選擇這一款 不然基本上 就沒有款式可以選擇了 那我們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很明顯它的近框也是包覆在裡面 所以它包覆感比這個更好 而且啊它的整個 的那個 緊貼度也是更好的 但它有個小缺點啊 你戴太久 可能會有不舒服 因為它 它包覆感太好了 所以我會有點小腰破感 但像這個啊 就是也很適合這種 如果你要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行業 木工啊 怕那種 木屑等等 或是 很嚴重的 灰塵 也蠻適合戴這種的 因為這種 絕對會比這種好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什麼叫NG的護目鏡 也不是說NG啦 應該是說 它包覆感沒有這麼好 像這個 這也算護目鏡 可以 但你可以很明顯分 看得出來它 版型比較小 它版型比較小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戴這種 鏡框的話 它絕對是包不住的 你看一下 很明顯它包不住 它鏡框完全露出來 所以它只能 單帶 它不能 那個 配戴近視眼鏡帶 那我們換一下這個 這是比較細版的 然後我們來試看看 看這個可不可以 像這個就稍微可以一點 可是你可以看我 像我上面 上面 上面那個空隙啊 就比較大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那個 因為你有戴一支 近視眼鏡嘛 所以會把它空間 騰出來 所以包覆感就沒有這麼好 那所以像這種 護目鏡啊 我們就建議單帶啦 你不要戴近視眼鏡帶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對護目鏡的了解 也是 告訴大家 說哪 兩種 護目鏡 是可以 搭配你的近視眼鏡帶的 那有什麼護目鏡的問題啊 也歡迎 到我們的留言告訴我們 那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掰掰